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豌豆蔬菜凉粉的做法 不易碎还筋道,喜欢的朋友您也试试吧 首先把洗净的青菜叶子切碎 加入适量的清水放入榨汁机榨成汁 然后把它固粒一下 锅中倒入100克豌豆粉跟水的比例是1比6 倒入600克青菜汁边倒边搅拌 为了使成品更入味、筋道 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 开中火,边加热边搅拌,不要停,一直搅拌 搅拌到快浓稠时比较费力,加快速度搅拌 直到面糊起泡泡时转小火,再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煮好后把它倒入容器中 用勺子压平 放凉后放入冰箱冷藏一小时更好吃 好了,凉粉已经完全凝固,把它倒出来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切好后装入盘中 把青瓜切成小长条放入2分钟 再撒点葱花跟香菜 接下来准备调料 把蒜切末 再切点葱白一起装入碗中 放入一勺辣椒粉 两勺熟芝麻增香 烧热的油倒进去激发香味 再放入2勺酱油 2勺陈醋 1勺蚝油 最后放入一小勺白砂糖 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把调料倒入凉粉中搅拌均匀 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凉粉不易碎 吃起来筋道爽口 还有淡淡的蔬菜的香味 好吃 我是兰子 今天的视频